鄰居身材好勾起性衝動 工廠工人張錦鳴否認去年短短半個月內 七項非法入屋罪 鄰居楊先生說去年4月6日早上聽到有人敲門 但放到眼又看不到任何人 過幾兩個日後又聽到兩顆很大聲的敲門聲 但同樣不見人 他以為是惡作劇交細電視聲在等 大概四個日後 竟然發現鄰居張錦鳴還有開門鎖的聲音 楊先生立刻衝進訪報警 一個時後到門開了 他在門那裡見到人影 無奈就連閘都開了 被告裝裝一下 一見到楊先生,整個嚇一跳 呃...張先生 被告驚到走投,楊先生就狂追 張先生,不要走啊!有時慢慢聊 跑到五六樓 為何你有家鎖匙啊? 好,玩一下 之後,兩個就一起搭升降機六樓下 是他 被告承認當日是意圖偷楊先生老婆的底褲尼文 才進入他們家 他一喝酒,就想起對方身材好正 就勾起了性衝動 他更加承認,去年三月中 七次用自己家的門事 入到楊先生夫婦的家 其中五次,一共偷了五個胸圍和四條底褲回家首任 被告否認患有精神病 成功 在这里,她沒有解釋 在這段落後,她是判流的 她的手朵 從頭到尾玉 跟尾玉 到尾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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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